大家好,我是阿俊 好多朋友在家炒丝瓜,不是出水就是发黑 今天大厨分享一个饭店的做法 炒出来的丝瓜,不出水不发黑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我们准备两根洗净的丝瓜 用刀切去两头 有的地方也叫做水瓜 用小皮刀刮去外皮 刮好后把丝瓜切成滚刀块 切好后放在盆中备用 下面切点配料 准备小米辣三个切碎 切好放在碗中 准备线椒两根切成粒 切好后放在碗中 小葱两根切成葱段 切好放在碗中 大蒜一把切碎 切好放在碗中 所有食材准备好之后下面开始烹饪 起锅烧油 油温6成热,倒入切好的丝瓜 丝瓜过油一定要油温要高速度要快 10秒钟左右立马捞出 这样做出来的丝瓜不吸油不出水 捞出后控干丝瓜里面的油 把关键的油倒出来 加入少许地油 倒入料头开小火炒香 炒香后倒入过烤油的丝瓜 下面开始调味 加入食用盐一勺 白糖半炒其中 烤油少许 生抽酱油少许从锅边边边边边 最后来点鸡筋 这时候开大火快速翻炒 化开锅内的调料炒出锅气 炒丝瓜一定要大火快炒 这样可以防止丝瓜出水 最后勾入少量水淀粉 水淀粉可以锁住丝瓜里面的水分 也可以使丝瓜吃起来更加入味 大火翻炒几下火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好吃下饭的炒丝瓜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我是阿俊 每天一道家常菜 喜欢的记得点个关注